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环宫惠蒙台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去看一看 在东宏市广儿县城东北15公里 花冠镇的环台村南有一处土台 它见证过骑国的强大 更目睹过江崎的衰败 经历过田辰窜骑 也承受过日寇炮火 更重要的是看到今天祖国的强大 这便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白寝台 从我现在停车的位置 还需要一段距离才能到达白寝台 这样咱们边走边聊 白寝台的德名 源于汉书岩石古著 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也 从这可以看出这个摆字的正确读音 因为我是打听村民才知道行进路线 但是附近村民都叫这为薄寝台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读音 来开启这期温绿远的斑门弄服 放飞无人机后 我才知道这个薄寝台到底有多大 站在台子上的我就如蝼蚁一般 根据官方资料 现在的薄寝台比两个足球场还要大 高度比两层楼高 原来台上设有庙宇 但是在1943年全部毁于战火之下 根据史料记载 这个台子最迟建于公元前676年 距今已有2600多年 在此拍摄时 过来了几个村民给我讲了一些事情 说是早年挖几青河时 挖到了五六米深 发现了很多核桃树 这是黄河洪水翻滥造成的 俗称黄水泼天 从这一点分析 这个台子的南面和西面 应该是晚期的遗存 应该是后人看到台子被洪水冲刷 然后补助上的 历经2600多个春秋的风雨波时 薄寝台依旧臂立陡峭 方圆近两万平米 可以想见 当年齐桓公建起薄寝台 是何等的巍峨壮观 一阵小风袭来 薄寝台上扬起一团尘埃 让我突然想起曹植的一首诗 高台多杯风 朝日赵北林 只子在万里 江湖 窘且深 这位才高八斗的曹子健 曾做过林姿王 姑且不论他来此平调过没有 高台多杯风 却道出了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那么现代人眼中的大土堆 到底在七桓公时期 有什么作用呢 在先秦时期 这种孤高独立的土台子 它是权势与身份的象征 在早期 它也是天子与诸侯 不可跨越的一个屏障 你像夏起 它有君台 然后商周有陆台 周恩王有灵台 秦王有张华台 吴王有姑苏台 这个薄秦台 正好是春秋五霸之一 七桓公江小白的权势所在 根据山东通志记载 七桓公曾经蒙祖侯于此 可以看出七国的强大 然而就像薄秦台一样 2600多年历史的风雨波时 让这里不断变小 将其的政治权利也在被稀释 再想到史记齐太公世家中 齐景公32年 惠星剑景公做薄秦 探约唐唐 谁有此乎 大体的意思 就这么富丽堂皇的公事 以后谁将占有他 然而一百多年之后 公元前的379年 这个齐康公去世了 齐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由江太公创建800多年的江齐 灭亡了 全而代之的便是田齐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 暂且翻过数千年的历史画卷 看一看薄秦台现在的情景 如今台上没有微微壮观的寝宫 也看不到翁玉仓称的古摆 然而整个薄秦台却也寸草寸灰 站在台顶俯瞰四周 方方麦田 绿浪涌动 面对周围一栋栋心式楼房和刚古景价 2600岁高龄的薄秦台 一定自愧不合时宜 岂不知斗转星移 世事变迁 这才是新旧更迭 文明发展 是历史演进 社会善变的必然 再将历史拉回到2000多年前的还工十年 当初的台高近十米 面积达到了26000多平米 台上妙宇壮观 古墓参天 塔影冲销 松声蔓耳 由于年深日久 自然侵袭 再加上千千忙忙的日月长河中 惊涛骇浪 此起彼伏 金阁铁马 接踵而至 六朝繁华 自备淹没 虽然有时务实楼台 月迷金度 桃源望断 无寻处 但是真正的人间之春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今日有幸登上此台 可见绿意葱龙 农田广袤 既无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的赶溃 更少有不忍登高临远 望故乡渺渺 归私难受的痛楚 再说回天齐时刻 当时的齐国使处两次唯威旧照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打败魏国 后来的魏惠王和齐魏王互相承认对方为王 再到齐敏王13年 秦昭王和齐敏王相约共同称帝 时间来到公元前284年 越议为上将军 五国伐旗 差点就给田齐干没了 虽然后来有田丹收复失地 但齐国元气大伤 无力再与强勤抗衡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一统天下 我们熟悉的秦始皇登台了 六朝就是水水流 现在有个词叫封建迷信 但是封建有自己单独的意思 就是封土建国 或者叫封邦建国 意思就是分封制度 当然现代口语 一说封建 就会想到思想保守落后 或者与封建迷信连起来 但是在古代 这个确实就是制度 很多人知道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 其实历史上 有非常多找长生不老药的皇帝 秦始皇算是带节奏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便是汉武帝 不得不提的就是唐太宗 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汉武帝 史记里有孝武本纪 说到了孝武 大家可能不熟悉 咱们换个路子说 这个孝景帝的前缘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53年 他以皇子的身份 封做了焦东王 然后孝景帝的前缘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50年 原来的太子刘荣被废 然后封做了临江王 封焦东王刘彻为太子 这样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说的就是汉武帝刘彻 这个汉武帝刘彻啊 非常的喜欢 这个供奉这些鬼神啊 非常的迷信 说到这里啊 就要说一个齐国的方式 这个人很厉害 叫李绍军 他抓住了汉武帝迷信这一点啊 得到了宠信 从公元前134年就进宫了 一直到自己去世的公元前105年 一直待在宫中 并且传说啊 他巧言则中 就是说他预测什么都非常的准 他说啊 自己曾与一个90多岁的老人的祖父 在一起游舍过 并且啊 能说出来游舍的地方 并且能得到这个老人的肯定和证实 再一个 就是他曾经一眼看到汉武帝刘彻旁边的一个同气啊 直接就说出来 这是齐桓公十年在博寝台上放的物品 这个事啊 也被记录在了史记 肖武本纪中 当然我们也是因为这一句话 才知道 这个博寝台啊 在桓公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676年 就已经建成了 汽营重负公出柱 新代威公一夜已输 下马不堪重吊鼓 断缘残节 易秋须 博寝台是我探访东宁市广尔县的最后一处古迹了 东宁市的挂牌历史虽短 但广尔的历史底蕴却非常丰厚 我们一起探访了出土最早开卢树头骨的富家遗址 再到今天所处的齐桓公博寝台 不仅感触尊王攘仪 齐志心 管报志谋 更无论 定州图伯蒙主侯 桓公临峰 可举杯 我们也一起走过了孙武故里 乐安故城 去到了汉朝五经八博市 尚书欧阳学 欧阳市的家族墓地 看到了司马迁的师兄弟 尚书大家 倪宽木 欣赏了山东最早墓制建筑 南宋大殿 目睹了始建于古代 扩建于近代 流传至现代的债村全神院 一共是八处古迹 喜欢这种历史古迹的 可以翻翻我的视频 这样看着这个大土台 给您编的故事 我们就算讲完了 好了 博请台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见 拜拜